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到华视三国演义节目 最近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对中国经济的状况和2022年的经济展望 提出了很多意见 那么我们请了吴嘉隆老师和石板先生 来跟大家一起分析一下中共的经济状况 吴老师你好 石板先生好 两位主持人好 那我们先看一段新闻片 美中贸易战从川普持续到拜登 中国经济明显疲软 第三季度成长大幅放缓 就连公务员都传出有人遭减薪打25%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 北京当局对各行各业的监管依旧不松手 特别是牵连到台独一律的台商企业 更是被掐紧脖子 绝不允许任何人 任何企业 一边在大陆赚钱 一边给台独顽固分子充当金主 虽然中共官方没有明白点出 究竟哪些企业是台独顽固分子的金主 但是部分官方色彩浓重的中国网媒 却列出对台湾政坛捐款 捐得最多的十几家企业 其中名列第一的远东集团 确实已经被罚款和追税 和台币大约20亿元 并且遭收回闲置的建设用地 舞台上的徐旭东看起来一派轻松 他在网络上的发文却很沉重 为了自清 徐旭东强调自己反台独 认同一中原则 其实台湾多数企业 在政治捐款时 采取蓝绿通压的方法 北京当局这么一出手 台商会不会人人自为呢 有工商大佬持审慎看法 强逼台商雪边站 我陆委会在新闻稿中 请中方停止对台商的政治胁迫 因为这种手段太蛮横 让台湾人民反感至极 陆委会也提醒台商 认清中共软硬监视的两面手法 审慎做好投资布局的长远规划 吴老师 我们来谈一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这一次最明显的口号 就是稳字当头 这个要稳增长 但是这一次 他们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里面 特别提出了 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下行的压力 提出三重压力 这里面包括需求收缩 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 这样一种三重的压力 当然了我们知道明年中国二十大 中国经济面临的短期的中期的和长期的问题 我们先来谈一下短期的问题 特别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提出的三重的压力 需求收缩 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 为什么会有这三重冲击 整个基本问题在于经济增长的动能下来 经济增长的动能下来 你一方面看到供给面有问题 你也看到需求下来 于是持续一阵子以后 从消费者到企业到金融市场的预期也就转弱 所以所有的问题合起来就是一个增长 经济增长的动能 不行了 相比于你的预期来讲下滑 那么这里的话就看出来说 根源在于贸易战 从贸易战以后 因为中方是以牙还牙奉陪到底的 对抗的那个态度 结果让从川普政府时期就已经全面加关税 那拜登上来以后看起来也没有缓和 本来中方期待说拜登上来之后 关税战能够缓和看起来到目前 有一部分可能会缓和 就是美国进口商不容易找到替代来源的这个部分 可能会先缓和一下 那其实这个东西也谈不上是真正的缓和 就是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 基本上已经从原来的和解转成对抗 所以不但是贸易加关税 对于技术的来源也是禁运 不让你买美国的一些重要的零组件 技术软件等等这样子 黑名单越来越长 对对对 就是制裁的黑名单实体清单越来越多 然后从实体清单是商务部的 然后现在多了一个财政部的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 可能对一些资产冻结也下手 从个人制裁到企业到银行 那所以现在看起来 第一个根源就是跟美国的关系没搞好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中国经济本来就已经进入高原期 就是第一个它的人口红利已经在消失 然后那个劳动的法规要求提高了 再来一个问题就是环保的压力也来 之前的发展牺牲了很多环保 然后劳动的条件也算是比较放松了 现在要重视劳动的条件 也要重视环保的要求 这个对外来投资来讲 本来就已经构成成本上升的压力 然后在这个时候撞上了贸易战 所以再加上一个问题就是 原来出口之外的增长动能 来自于基础建设投资 固定投资 然后房地产投资 恰好这些投资都饱和 像房地产的话已经供过于求 就是控屋的话 听说控屋有三千三百万套转 如果平均每一户能够住两个人的话 估计可以住的人口 大约六千五百万到七千万 相当于一个英国或法国的全国总人口 如果能够平均住上三个人的话 那么三千多万套的话 将近八九千万人口 可以住进整个德国 所以这个严重的供过于求 所以房地产本身也已经构成压力 所以照理说现在几乎是 再加上那个消费也不行 所以现在几乎是增长动能 整个熄火 突然间熄火 有一种悬崖式下跌的感觉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 中国十一月份的经济数据 我看到的一些数据 比方说十一月的工业增加值 增长百分之三点八 但是前十一个月的平均增加百分之十 但是十一月份只增加百分之三点八 这是工业 社会零售总额前十一个月 平均增加百分之十三点七 跟去年同级比 但是十一月份只增长百分之三点九 那服务生产指数 前十一个月增长百分之十四 十一月份只增长百分之三点一 固定资产投资 前十一个月涨百分之五点二 跟去年同级比十一月份只增长零点一九 所以就像你说的 所有的数据在过去 从七月份开始 实际上七八九十十一月 一路滑下来 而且滑得非常快 这个情况确实是 这个 有点特殊 这个好像突然之间 中国经济进入了一种衰退的 实际上衰退的状况 所以中央银行决定从 十二月十五号开始 全面降准 全面降准0.5% 所以可以释放1.2兆人民币的流动资金 进入市场 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是为了救房市吗 为了救恒大吗 是为了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吗 刚才我们的节目里面说 这个地方政府已经发不出钱 很多公务员都要减薪了 所以这个状况 从公务员要减薪 到房地产 这个 房地产开发商的大量的破产 到中央银行不得不全面的降准 这个是一连串的反应 你这个问题算是蛮全面性 就是疫情爆发之后 因为中国先走出疫情 算是先稳住 结果欧洲美国这边 有很多的制造业的订单 就转单给中国 所以看起来中国的制造业 就撑住 没有原先以为的会别 经营的出口不错 就顺差还有 可是这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是被认为短期性 所以中国的产能没有 因此扩大投资 因为怕这个疫情结束之后 这些订单就走了 可是也因为这个转单效应 暂时把出口跟制造业撑住 但是你看看 从七月以后 一连串的产业监管 打补教业 就是很多的 还有打那些网络平台企业 结果就业的问题是恶化 再加上这个转单 这个疫情有点缓和 转单效应大概也差不多 快要结束了 所以你却发现各种 还有房地产的违约 浮上台面 所以房地产业出口业 然后再加上 内需的补教业等等 感觉上是突然间 就整个集中爆发 所以其实很多因素 已经陆陆续续在进展 然后最后整个出现 这是第一个 有关你刚才数据里面看到 最近一两个月 突然间下跌 背景有这个因素 就是之前撑住的因素 现在撑不住 大概已经结束了 它的作用结束了 尤其是转单效应的问题结束 然后后来打那些产业 造成的就业消费的收缩 就开始表现出来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刚才提到了 人民银行释放资金 这个的确跟房市有关 但是还明显 因为所谓大地产商 是排队等着看到债务危机 违约跟破产的问题 所以坦白讲是救不了 但是中央或者人行 总是要表个态 就是因为它这个释放流动资金 跟财政部的那种财政刺激 就是货币刺激跟财政刺激不一样 货币刺激是要透过商业银行 去扩张信用 你必须有抵押品 你必须有借款的资格 商业银行才换款给你 而且商业银行不担心 这个变成呆账 我如果知道这个会呆账的话 我怎么可以贷款给你 所以这个货币刺激是 有借钱能力的人会借到 这个信用扩张 那财政刺激不一样 财政刺激的话 比如说我减税 或者像我们这边 放一些五倍券 直接把购买力打入实体经济 打入消费者或企业的荷包里 让他们去消费 这个不一样 那现在你看到的人民银行 这个是属于货币吃鸡 那货币吃鸡的话 能够撑住地产商 应该是没办法 因为现在的地产商的 那个债务压力非常庞大 好几家都是 100亿美金以上的规模 那你释放这么一点的话 坦白讲不够 而且原来就是因为 要限制这个房地产的 无序扩张 必须要选择性信用管制 就是针对这个行业 去限制它的信用扩张 所以这个资金的话 几乎等于是表个态 应该是没有办法真的 挡住这个房地产的这个问题 然后再来 你刚刚提到地方财政 这个房地产的问题 的确马上联系到地方财政 是因为地方政府的 很多财政收入 越来越高的比重 是靠出浪土地 那现在很多开发生 不敢再去批地 因为批了地以后 你开发出来 你根本没有把握 能卖得掉 现在因为 房地产能够拿到的信用 已经有问题 你首先批地的时候 要拿到信用 批了地以后 你新建那个工程的话 也要先拿到信用 有银行贷款 对 贷款 之后你卖了房子 才就还那个贷款 然后到那个时候 那个银行的信用 这个压力就包袱 就转到买房的人 所以开发上的那个债务 就转给买房的人 可是现在的话 开发上不敢 因为情况不太妙 所以这个 你如果说 要让他们取得贷款 继续去盖的话 批地 新建 这个大概也不行 所以地方政府 不能出浪土地的结果 马上都爆发财政压力 然后就公务员减薪 这个问题 马上让我们联想到 苏联解体之前 也碰到类似的一个财政压力 苏联并不是因为它武器少 还是作战失败 不是 苏联的解体 纯粹就是财政的问题 然后中央财政撑不下去以后 最后向俄罗斯借钱 俄罗斯借一阵子 大概半个月后 把发现不行 就宣布解体 现在中国政府 碰到类似的问题 就是从地方财政 还有国有企业债务还没爆发 国有企业也是问题 最后还有银行 银行如果呆账很凶的话 就会变成系统性金融风险 这些问题 地方财政 银行 跟国营企业 最后全部集中到中央来 要由中央来处理 综合处理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中央目前 预留子弹 做以后的用 现在没有马上出手 所以恒大会出问题 就是银行不肯再给你盖款 让你借薪还就 买时间 就是不给了 这个意思就是说 中央在保留实力 处理后面更大的债务危机 国营企业 地方政府的债务 都远远超过恒大 跟房地产 所以目前看起来 地方政府要靠发债 来撑新的基建 坦白讲 没有办法有产生效果 原因是因为 现在的基建 都已经达不到经济效益 比如说高铁的话 听说只有北京上海 这条线有经济效益 其实它都是亏损 这样子的话 变成越搞这些基建的话 财政黑洞越大 财政包袱其实是越大 所以你搞基建 基础建设可以 你要有经济效益 能够带动民间投资 民间消费等等 然后你能够运转下去 现在如果你只是 盖一个工程出来 然后没有经济效益 没有运量 这样子反而会成为 财政包袱 所以这个也能够称 这个经济吧 也有问题 目前要找到好的项目 去做这个公共投资 才行 如果你找不到好的项目 去做的话 到时候恍而变成财政包袱 石板先生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还是跟前几年一样 是习近平组织 发表演讲 然后李克强总结 但是有一些海外的评论员 注意到公报的措辞里面 有一些跟以前不太一样的地方 他们举例 比方说公报里面提出 坚持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 就是要重新把邓小平的 这个经济建设为中心 作为党的基本路线提出来 第二讲到这个 共同富裕的途径 说要把蛋糕做好做大 然后才要切好分好 而且说这是一个 长期的历史过程 也就是说你不能 现在就着急的切蛋糕 分蛋糕 你先要把它做好做大 然后第三又提到要鼓励 私人资本和市场主体的发展活力 但是要设置资本市场的红绿灯 要让它不能够让私有资本盲目发展 所有这些 似乎是一个对于过去几个月 所谓中国的监管风暴的这种 这种压倒性的 这个共同富裕的口号 这种打击资本盲目发展的 这个口号 这个 这种意识形态的高调 有一种调整 似乎跟过去几个月的 中国的媒体的这个方向 有点不同 怎么说 因为现在中国 我觉得处于一个混乱期 经常发出各种各样的信息 到底哪个信息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还是在各个派系 各种理念 各种方法不停的传出来 这个我们有点 还看不清楚 我觉得 现在还不太好下结论 但是我觉得总体的中国经济 现在出的问题 就是说 中国经济过去 就是我认为 就是经济发展的时期 你看 凡是从独裁走向民主 或者是 从这个中央集权 走向分权的时候 一般都是经济发展的机会 因为大家觉得 好像今后我们可能 说了算 我们可以挑战一下 有希望 对 但是到过来 如果从分权走向集权 从民主 民主 相对民主 变成独裁 这么一个过程中 经济一定搞不好 那所以说 现在呢 习近平 就是习近平时代 其实这些年 都是从这个 相对的自由走向专制 这么一个过程 走向管控 所以这个时候 大家都不敢投资了 我觉得 二十大马上就要明年 这今年就工作会议中 也提到二十大问题 过去 我觉得习近平 刚刚上台的时候 很多经济界 认为你共产党 又要搞政治运动 政治运动 我们配合一下 你们不让我们奢势 我们就忍个半年一年 也许忍个两年 然后等这个风头过去了 我们可以继续玩 现在突然间 习近平这个 连任的可能性 越来越大 大家看 这好像不是政治运动 我们今后 都要过苦日子 一旦发现 这种规律 大家都不敢投资了 这个经济 我觉得这个心理 是非常非常大的 另外一个 它这个中央 这个资料里面 很多都是说 刚才矛盾的地方 它自我矛盾的地方 非常多 比如说 中央工作会议中 它的七条里面 有一个讲什么 就是说 第二条 叫微观政绩 从来 他们说 这次工作有七个重点 七个重点 就得没重点 对不对 你考试中 七课你都要努力 这是废话 对不对 你一定要选重点 它每次中国投资 先是宏观 再是微观 所有的面面俱到 都讲完以后 就说又没有重点 第二条讲微观 微观政策 要持续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 激发活力 然后具体怎么做 这提高市场信心 然后要讲什么 加强反垄断 和不正当竞争 要以公正 兼保 公平竞争 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 营造各个企业 相互化环境 强化契约精神 它的所有事情 全是打压市场活力的 中国的经济特点 什么 就是中国这么多年 权贵主导 野蛮成长 是中国经济一大特点 现在你给它设的 框框加价 越来越多 你每个都加强 反不当竞争 反垄断 这其实市场就没活力了 大家一看 既然你管得那么严的话 我就不做了 所以说实际上 它说的事情 和相反 是完全相反的 另外一个 刚才讲的 公务员的薪水 减少 这个我觉得 确实是 没有钱 国家没有钱 米刚见底 这种状况 确实很明显 现在开始减薪了 我也听到很多消息 就是说 薪水 发不下薪水 或者只拿到一半 或者拿到八成 不给你全薪了 我在北京的时候 是2008年 2009年 奥运会前后 2008年 奥运会之前 是最好的时候 最好的时候 我跟中国一些 就是当时一些部委 比如说农业部 什么什么 那个工信部 这这方 有一些打交道采访 他们就知道 他们天天发钱 各种名义的奖金 他们就是说 比如说 我记得特别清楚 那个中秋节 之前发这个月饼钱 然后你买月饼的 那都是一港千人民币 然后夏天是什么 避暑钱 兵器 买冰淇淋的钱 然后又是什么 买粽子的钱 没事就发钱 倒过倒是 就一信封 1500块2000块 然后说有一次 说你领导 实在想不出什么主意了 就叫发钱 每次都想个名目 后来赶紧想 你想这些钱 他们就是说 每个员工 每个职员 都拿到这各种各样的 额外的奖金的话 他一定是那些 领导能用的更多 他就可以到处去奢侈 去应酬 去花田酒地 后来这些钱 渐渐越来越少 这奖金没有了 就是好像说 过去是 比如说什么 中秋节之前 把那些退休人员 全部请回来 然后每个人 发一包鸡蛋 发一点副食品 那个也都没有了 所以说 渐渐渐渐的 这些金钱 这些奖金全没有 现在开始 本体的薪水 开始降了 就说明中国 这个减薪 已经减了相当长的 一段时间了 而且真的 公务员发不住薪水的话 这个作为一个正常国家 已经出现一个 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所以说 我觉得经济 光从公务员发不上薪水 这件事情 被减薪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 中国的经济 也许比我们表面上看到的 这个问题是更严重的 是啊 这两天 这个中国的 御用的经济学家 官方的经济学家 清华大学李道奎 公开出来说 这个现在是要过苦日子 说中国现在经济的困难 是40年来最严重的状况 那像他这个人 以前都是专门在媒体上 帮中国政府说好话的 你在北京有没有采访过他 他这么公开的 出来说这种 这个中国经济状况 这么严重的问题的话 是非常罕见的一个 对 我在北京 没采访过他 但是我那时候采访一些 那个股市评论的人员 那个时候 好像是有几次股灾 那股灾之后 那些股评专家 不许讲股 不能讲股市要跌 就是股市现在不看好 不行的 对 然后呢 但是说他们要有 就是说 他们就说什么 我要维持职业道德 因为你不能睁眼说下话 你看不好 但是说呢 还要维持饭碗 所以讲的话 都是非常非常的那种 比如说什么谨慎 这个词用起来就是 基本上是看跌的嘛 谨慎乐观基本也是不好 只要一般谨慎放进去 就是不好的词 就是都是不许说好话 包括那些运用文人 一直只能说中国经济好 股市只能说经济好 但是现在最近开始有人说不好了 而且在官媒上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变化了 楼继伟 前财政部长 这两天也公开出来说 说这个中国经济的问题 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统计局的数据有问题 他说你如果从统计局的数据里面 你看不出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面 说的这个三重压力 你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告诉我们经济有严重的下行压力 可是你从统计局的数据里面 看不出来 这个是财政部长 前财政部长说的 所以不过回过头来 这个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吴老师 这个中国经济的中期的问题 刚才你有谈到了短期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中期的问题 中期的问题就是 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政策目标 一个严重的互相矛盾 刚才石板也提到了这个情况 就是从这个公报里面 你要读的话 你就发现他很多政策 他又左右同时要做 又要向左又要向右 这个要稳增长 又要防风险 要共同富裕 又要增加内生动力 要国进民退 又要扶植中小企业 要监管风暴 要反互联网垄断 要打击补教 要切断文艺新闻 与非公有资本的联系 但是又要科技创新 又要保就业 要促消费 他等于是同时要做很多事情 还有什么低碳绿能 然后又要保增长 要减生产成本 这么多的不同方向的政策 要同时做 这个左右摇摆 这个造成企业家和投资者 非常大的困难 无所适从 那最本质的问题 就是刚才 他那个公报里面说的 我这个蛋糕要做大做好 又要切好分好 那你这个韭菜涨高了 我就要把你割掉 但是你要快点涨 那这种政策 我要是资本家的话 我心里发毛 没错 现在你指出来这些相互矛盾 看起来相互矛盾 的确是一个不错的见解 那我们现在先举一个例子 就是所谓做蛋糕跟分蛋糕 那通常我们以市场经济的运作来看 大家讲好蛋糕怎么分以后 大家开始来做蛋糕 有人负责做面皮 有人负责那个披萨上面的料 有人负责那个酱 大家分工 大家讲好怎么分饼以后 大家才投入 变成一个生产的团队 所以做饼跟分饼 其实是一体的 然后后来开始分说 是不是先把饼做大 再来谈分饼 就像你刚才有提到 那是这样 现在的问题就是饼做不大 所以你要吃多一点的话 只能靠分饼了 切到大的那一块 如果这个饼还在大了 变大的话 大家可能不急着来炒饼要怎么分 按照原来那样子的话 你好歹还是再多发一点 就像那个石板兄刚才提到的 那个08年前后的时候 那个时候经济还好的时候 钱多的没问题 大家怎么分都可以 那现在就变成说整个资金干掉了 那干掉了之后怎么分 出问题 所以现在你会发现 应该是分饼先解决 包括用制度 用各种 比如说我们上班都会签劳动契约 会有一个契约 就是说你的福利多少 你可以请多少价 你的基本性是多少 你有没有奖金等等 怎么分饼 谈好了 大家就努力做饼 做大了我也分得多 所以其实分饼跟做饼是一体的 但是他现在这个共同互遇 他其实并没有 并不是在劫富济平 而是劫富济党 为什么 因为党国体制有财政问题 财政危机 然后他根本的问题在于 他没有真正去照顾 所谓的社会底层或社会下层 你只是打了社会上层 这不等于帮助底层 所以你现在打了大型民营企业 你实际上没有拿出做法来 帮助中小企业 所以他严格讲只是打 而没有计 你说劫富济平 你有劫 打劫了 但是你没有去救济到应该救济的人 所以他现在这个问题 你变成说你中小企业也不行 因为中小企业是大企业的外包商 大企业接了单之后 分包给中小企业来做 大企业的订单没了以后 中小企业也跟着没了 所以他打了大企业的结果 中小企业没得到好处 往而也不行 所以他这个矛盾在出来这里 他现在的国际民退也是这个意思 就是民间不行了以后 国有企业来接 那国有企业本身效率就不行 大部分的税收来自民营企业 大部分的就业机会来自民营企业 大部分的创费也来自民营企业 国营企业有它一定的作用 比如说某些关键的领域 关键的物资 可能国家出面来做 避免出现垄断 或者民营企业大失小之类的问题 所以国有企业本来有它一定的条件存在 但是如果你把它一直扩张的结果 那就糟糕了 那就变成伤害到市场经济本身 所以现在你国进民退跟扶植中小企业 这两个矛盾你就点出来了 其实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打民退的是打的是大型民营企业 大型民营企业被打到了 可是中小企业没有扶起来 他没有真正感受到这个 因为中小企业要贷款的话也不容易 很多贷款都是给国营企业拿 先优先去了 国营企业再去转贷给民营企业 再去拿一点手续费一样 所以你会看出来 再加上监管风暴也是 其实中国经济在发展中产生很多问题 照理说是前进中的问题 在前进中解决 就是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应该用更大的改革开放来解决 就是说以前朱隆基总理讲的一个东西 叫做转换政府职能 政府不能说又是裁判 又是教练 又是队长 政府制定好游戏规则 然后变成一个监督者 平衡者 而不是直接也介入市场经济去玩 转换政府职能 这是一个比较委婉的说法 就是说你不能讲推动政治的改革开放 你只好讲说转换政府职能 从经济面先介入 这个监管风暴变成说 政府又要加强对市场经济的干预 这个肯定会造成很多混乱 就像你说的 企业家跟投资者无所适从 到底你要管到什么程度 因为监管政策的不透明 跟不确定性 反而带来很多的后遗症 所以你现在看出来 他们有面对一些发展中的问题要解决 第一个社会失恋 贫富差距恶化 第二个地区差距 现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 习近平这个势力 习派代表的是 我把它认为是北方 华北东北西北北方 然后改革开放所产生的好处 包括制造业出口业 还有包括大型企业的上市 叫做金融利益 都在华南 从上海到深圳 是属于华南的 结果因为这边也叫江派 然后北方的话 分不大好处 而且北方很多国营事业 是在走下波的 效率比较低的 南方的话 很多大型民营界都在南方 从上海到深圳 浙江这些都是南方 南方的结果 得到改革开放的很多好处 从制造业的利益 到金融业的利益都拿到 然后北方的话 是分不大 这样东北的话 即使人口在外流 我在华南地区 碰到很多东北基因出来的人 我在海南岛 在东莞 在深圳 碰到很多东北下来的人 他们都东北不行 所以就到南方来找机会 是这样 所以你会发现 他在习近平在处理地区差距 所以他在北京 搞了一个证券教育所 想说很多证券 金融市场的利益 可不可以北方也分一点 但是没办法 这样做不来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说 专门为科技型的企业 中小企业 设立一个北京证券教育所的话 那这些企业 原本都可以在上海 或者在深圳做交易 你应该把 深圳的金融市场做起来 能够追上上海 上海的金融市场做起来 能够追上东京 新加坡 香港 你现在不是 你还分散到北京去 这不太对 所以你要发现 习近平看到的问题 是他拿不出有效的对策 他看到的问题 社会贫富差距恶化 这个的确是问题 地区差距恶化 这个的确是问题 所以他还有某些大型企业 这个钱滚钱越赚越多 的确这是问题 但是对策不对 结果就像你说的 造成了一些很多矛盾的现象 这样来 石板先生 我们知道这个邓小平的路线的一个精髓 就是黑毛白毛论 就是邓小平是反对讨论什么是资本主义方向 什么是社会主义路线 他就说你不用讨论这个东西 各自讨论 我们就埋头赚钱 逮到老鼠就是好猫 可是习近平很喜欢讨论 很喜欢讨论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那习近平在这个公报里面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面 公报里面 就特别说要设置资本市场的红绿灯 可是谁来设置这些红绿灯 当然是共产党了 要设置多少红绿灯 在哪里设置红绿灯 什么时候开红灯 什么时候开绿灯 都是由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 那对于我在这个路上开车的人来说 实际上是没有规则的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你要在哪里设红绿灯 你要设多少红绿灯 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开红灯 什么时候开绿灯 全是习近平一个人拍了脑袋算了 他现在这个公报就跟你这么说 这样的话对于投资者来说 对于企业家来说 所谓对于市场主体来说 就是一个无所适从 没办法抓老鼠的这样一个款式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刚才这个报告是讲的 习近平是一个北方系统 这个其实我也早有同感了 但是你看习近平他的主要官场 他其实在福建待个17年 然后在浙江待个5年 然后去上海待个半年 然后在进 他主要的官场经历 其实在中国南方 但是说我因为了解 一直研究习近平很多年 习近平确实是一个北方汉子 他的人生的人生 最重要的人格形成期间 是在陕西的农村下放 那个是一直到15岁到22岁半 梁家河 对梁家河 然后到清华 然后在北京长大 基本上他的人格形成完全是在北方 所以说他到南方去 好像其实到南方做的事情 全是倒行逆施的 他在福建 他在福建的前任后任 都比他做的好 他一离开福建 福建经济就好起来了 过去我们在中国 习近平在2000年以前的时候 我在中国有印象是 南方经济都很好 广东 江 上海 就是福建很差 一直有这么个印象 习近平离开以后 福建就起来了 然后习近平到了浙江 到浙江 他的前任是张德江 浙江过去都是很好 他到浙江 浙江一下就不行了 马上各种的政治学习 他那个 在浙江日报登的 他那个省委书记那个讲话 那是现在重庆的省委书记 陈敏尔当代表 那个东西都是非常左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他到南方 就是浙江他前任后任都比他好 所以说他到哪里 其实哪里都不行 他这套想法 其实就是北方的 而且就是口号治国 就刚才讲自我毛 就是这个也是 他整个工作报告看起来 就是像毛泽东时代 有行一句话叫 多快好省 那个东西要多 还要快 还要好 还要省 做不到 你告诉我终点 所以说他们都是用这种 口号说的很好听 实际上做不到 你做的做不到 我根本不管 就是这么一个方法 那么刚才我们讲到 就是说下一任 习近平就是说 今后中国中长期会怎么办 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我觉得中国的问题 就是政治问题 如果说习近平 这次顺利的连任了以后 他一定他的权力的 怎么说呢 一定会受到质疑 所以说呢 怎么说呢 就是现在 包括台湾的一些 北京的人 前不久 马英九说台湾是 这个不自由的民主 之间他提到一句 说不能把自己的任期改长 就是习近平 他要把自己的任期 改长这件事情 跟当年的袁世凯 搞复辟一样 他周围的那些人 说好好鼓掌 但是实际上 所有人都觉得 你在开历史的倒车 那所以说习近平 一旦连任之后 我想他一定 还要不停地抓权 因为他觉得 你们这帮人 是不是看不起我 我的权力 是不是来得不正当 我觉得他 如果真的连任之后 可能因为我读中国名史 不是有一个永乐帝朱立 他就是把他自己 侄子干掉 自己叔叔继承皇位 他上台以后 一直抓权 他就总多疑 总看着你们 你们是不是想 看不起我 在偷笑我 习近平他如果说 今年的 明年的二十大 他连任之后 他一定会面临这个问题 因为都说好了 讲退休 历史在进步 而且现在全世界 一看他就是 2018年 把宪法改变之后 大家都认为 他是倒行逆施 所以说 我想习近平之后 一定会继续抓权 他一定继续抓权 中国经济一定搞不好 所以说 我觉得 不但是中国短期经济 是悲观的 中期长期 只要习近平上台之后 我想他还不停地 什么都要控制自己 而且很明显 他还在经济上 是个草包 他自己都说的话 都是一个 前后矛盾的东西 特别多 所以说 我觉得 如果这种体制下去的话 中国中长期经济 也是一个非常堪忧的 我劝台商 如果有机会赶紧回来 刚才你有提到 习近平 2022年 连任的问题 实际上 最近我们知道 胡锡进 环球时报总编 要退休了 被退休了 胡锡进 可以退休 习近平为什么不退休 习近平年纪比胡锡进大多了 但是 吴老师 我们来谈一下台商问题 我们刚才那个新闻片里面 也播到了台商的 突然之间被上黑名单 宽球时报 公布了一个很长的台商的名单 包括远东企业 包括鸿海 包括长荣 很多台商都上了台独黑名单 我也不知道这个黑名单怎么来的 他根据什么编制的这么一个黑名单 然后国台办又出来帮忙说这个话 他在一方面要吸引外资 一方面要公布优惠政策 来吸引台资 搞统战 另一方面又随意公布台独黑名单 也不知道这个定义是什么 根据什么来决定 这个企业是不是台独企业 这种状况 就像石板先生说的 台资企业应该赶紧跑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被上黑名单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台资企业现在要跑来不及了 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说确实还应该跑 包括地下钱庄 所以会抓澳门赌场 就这样来 这个是这样子 照理说 因为中共有一个东西是 它的号称华宝叫做统战 照理说他应该对这些来大陆投资的台商 应该是成为统战的对象 要争取的对象 以商促政也是透过来大陆的台商 在大陆有利益 对不对 让影响他们回去 影响台湾内政 内部政治 结果他居然打 而且以台湾的标准来讲 徐区东肯定不是个台独 对 他是蓝的 非常蓝的 对 然后所以你刚刚的问题是这样 他去调我们监察院的资料 然后企业捐款给哪些政治人物 有一些数据出来 然后他一看 远期是大富 所以他就先打了 是这样子 然后他是说 制裁台独分子背后的金主 他是这个概念来的 然后这个金主怎么来 就去监察院找那个 因为捐款那边 政治现金可能有一些 可以抵税或干嘛 然后企业就会有这样的数据 他去查这个来的 所以他变成说 希望你们这些在中国 有生意的这些企业 台资企业 不要去捐款给这个 台独分子 问题是这样子 他们总可以绕过 对不对 你如果看这个数据 因为这个东西有抵税的 可以方便嘛 那你现在如果真的要制裁的话 他可以绕过 他可以成立别的机构单位 然后透过别的机构单位 去给钱 因为在台湾的话 你都知道 民主政治运作之下 企业一定是两边都下注 两边都给钱 你看 你为什么不去看看 远期给国民党候选人多少钱 肯定超过绿的 你只说他给绿的很多钱 你不去看看 他同时给来的更多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大陆目前 做台湾工作的 早就有问题 差不多当年唐素辈的时候还好 汪道涵那个时候可能还好 后来的话 现在做台湾工作的这些 真的是越搞越倒退 其实比如 我举一个例子 上一次大选的时候 郭台铭不是出来选 郭台铭来美国一趟以后回来 然后讲了一些 比如说这边叫中华民国 那边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其实就是后来蔡英文讲的 那个互部隶属的前身 就是我所谓的两个中国论 这不是一中一台 两个中国论 两边都是中国的认同 结果国台办没有讲话 国台办没有讲话 其实应该国台办 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来打郭台铭 郭台铭声望一定暴增 他说不定就真的当选了 结果国台办不讲话以后 台湾选民就说 搞了半天你是他们一伙的 你可以这样讲 他们不打你 换成别人讲道就打了 所以这一次的话 你会看出来国台办 对台工作其实做得不到位 现在你应该对台资做统战 以商出政 你反而把一些 在台湾被认为是统派的企业 统派的企业家你去打 所以现在这个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连统派的台商都敢打 那些独派的更不用说了 也就是说这个其实是在 割台商的韭菜 就是说我并不是 其实独派的企业 去大陆的不会太多 去大陆投资的基本上都是统派为主 可能有少部分 是独派的企业 比如说张荣花集团 也许在大陆有接货运 航空这些 大部分去大陆的都是统派企业 你去打这些企业的话 很可能就打到统派企业 几率很高 何必呢 这些应该是你统战的对象 争取的对象才对 所以如果连这个都 我把它称为杀鸡取卵 什么时候杀鸡取卵 这情况实在不行了 所以连台商你都要打 就是说你看 对阿里巴巴收割 滴滴出行收割 然后补教业收割 劣酒业收割 还有外卖 美团这些 你现在收割完了之后 背后的那些境外的投资人 什么日本的软银 美国的一些基金 新加坡的大马席基金 他们都受伤 收割完了之后 现在轮到台商 是这样 就是说侧面反映出 中共的经济 财政确实有很大的压力 所以必须到开始收割 你看阿里巴巴被划了 182亿的民币 远期也被划了 20亿 就是划钱 其实就是缺钱 在抢钱 现在已经看出来 已经到了不分青红照白 你应该争取的 你反而去划它 你要不然你找一个 真的是台独企业 你拿来做个样板 不是 谁都知道 以台湾观点来看 远期怎么可能是独派 独派企业 所以我说国台办 对台工作真的不到位 他们真的是到处去割韭菜 到处去找钱 包括除了对台资以外 当然澳门的赌场 然后对于香港的资本 也包括外资 这个整天就是抵制 整天打击 整天罚款 这种情况 所以现在几乎每天 都有一些知名的 国际厂商品牌 在中国关掉了 退出了 这样的消息 这个不绝以耳 这样的情况 这个是非常的 这个有意义的 整个就是一个 30年的一个大的轮回 大的趋势的一个改变 那石板先生 我们看一下这种状况 你觉得这个 中共党内 有没有一些人 认识到这个问题 有没有在这个 最近的一些媒体 或者政府的 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面 反映到党内 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因为我注意到海外 还有一些评论是认为 最近这个中国的媒体 似乎透露出某些党内 对于习近平过去一两年的 这些政策的一种反弹 现在基本上中国变成一个 完全没有法 就是无法无天 不分清空不照白的事情 刚才讲台商这个问题 我想到前不久 我看条一条消息 是浙江省公安厅 发的一个什么治安通报 就是说 有人报说 有一个女子 穿和服 然后警察就跑过去 然后好像 最后是批评教育 没有抓起来 但是穿和服 非凡哪条法律 凭什么你批评教育 就是已经完全 这种 如果说连穿和服的话 你都是变成要出警 有人报警的状况之下 那么在中国的话 你确实是真的不知道 什么是违法 什么是不违法的状况 那么就是 刚才有讲台商这些 我认为 就是杀鸡驱管 是另外一个 他就是 怎么说 现在刚才讲 薪水都发不出来了 特别是地方公务员 薪水 减薪的状况更严重 发不上 教师警察都发不上 钱的话 他看有钱 他看 这个台商都是一只只肥羊 在眼前晃来晃去 对不对 大的台商是肥羊 小的台商是韭菜 韭菜长那么长 没人割 他看着就想割 因为中国的韭菜 已经没割好几张 所以说 我觉得他们现在 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 这是严重破坏 台湾的民主制度的一种做法 就是台湾的 公布这个企业的 现金的 这是提高政治的公开透明度 民主政治 政治需要钱 但是钱 每分钱都是公开透明的话 民主政治才能成熟 但是说 现在他拿这个罚钱 另外一个 我觉得 他说 蓝绿 对中国来说 国民党也是太多 你们是华独 你们主张中华民国 你就是两个中国 所以说照样罚 照罚不误 所以说我觉得 那最后变成 台湾不得不 这个企业现金 要转入地下化 转入地下化 其实这个是让台湾的民主倒退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 破坏台湾民主的 可能也是一招了 那么刚才又在讲到 中国的这些 最近有一些报道 说好像是又强调邓小平 然后讲习近平又少一些 比如一些重点重要的官媒 这个问题怎么解释呢 我觉得 就是说我们在北京 就是说报道中国政治的时候 也经常是有一些媒体 释放出一些信号 然后看看这个是不是一个 权力斗争 或者一个政策改变的 一个新的方向 但是我觉得 我们管这个叫 闲鱼企图翻身 就是说 但是大部分都不成功 这个折腾几下 最后还是没翻成的 事情比较多 然后我现在观察 就中国共产党那一面 反习派有没有 有 势力非常非常大 就是说包括太子党 那个王岐山这个集团 包括江泽民的参与势力 包括李克强团派 年轻的 包括甚至韩正啊 什么这个胡春华这些人 基本上都是跟习近平 就是看不顺眼的 政策上啊 理念上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 我自己观察动向的话 我认为反习派 没有把二十大 设为一个 就是权力斗争的主战场 当然是说 如果有机会来的话 也是 绝对 也是想一口作气的 但是所以说呢 虽然有一些 这些动向 但是我认为二十大 他们认为 二十大就 你愿意上 你就先上 你上班以后 我们再找一个机会 发起攻击 所以说我认为 最近这些 我个人判断啊 就是这些 虽然偶尔都会见一些 好像邓小平又回来了 好像毛泽东路线 习近平的毛泽东路线 被否定的一些报道 或者一些发言 是有的 但是我认为 权力斗争 好像现在 二十大之前 还是这种 大型的权力斗争的 可能性并不是非常大 这是我的观察 吴老师 我们来谈一下 中国经济的长期问题 这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少子化 这个中国政府 三年前开放第二胎 今年又开放第三胎 那为什么要开放第三胎 因为第二胎的政策 明显失败 那我看到一些统计数字 讲这个2018年 中国新出生的人口 多于这个死亡人口 大概500万 那到2019年 就变成了400万 少了将近50万 到了2020年 只多了200万 这个到今年2021年 可能是出生人口 和死亡人口差不多了 也就是中国大概一年 死亡人口 就是老龄的死亡 大概就1000万人口 但是新出生的人口 也就是1000万了 今年 那这样的话 这个生死相抵 人口几乎是没有增长了 那这个 而且我看到 有些这个研究报告 按照现在这个趋势 他们估计到2050年 甚至到2100年 到这个世纪末 中国人口会严重下降 可能会从14亿变成7亿 当然这个都是一些 统计学的研究方法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中国的少子化问题 确实开始变得很严重 同时这个人口的老龄化问题 也变得很严重 这个人口红利消失这个问题 你怎么看 人口问题呢 其实 它算是实体经济出问题以后 衍生出来的问题之一 人口老化 少子化 另外一个问题 当然就是金融部门 有系统性金融风险 其实源头都在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的增长 出问题之后 衍生出来 第一个 现在生孩子成本高 养孩子 生孩子的成本高 再来年轻人可能会晚一点结婚 然后结了婚以后 晚一点生小孩 生小孩的时候少生 所以变成说 因为经济的压力 严重的影响到孩子的生育 那么这个问题 当然就会让你看到 人口红利的消失 这个的确是这样子 中国的改革发展 的确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依靠人口红利来的 现在人口红利消失 其实还有一个潜在问题 就是你刚才没提到 人口的统计数据 说不定有掺水分 前一阵子不是完成人口普查 听说有一些内部消息传出来 真正的人口 其实已经不是14亿 听说是8亿 我有看到 有俄罗斯的专家 有这样的研究 无从查证 但是意思就是说 现在人口14亿 可能是个高峰 大概过不去了 目前看起来是 有一个问题 就是印度的人口 他也超过10亿人 他说他比中国人口年轻 而且现在看起来 还没有老龄化跟少子化问题 所以将来人口的战线上 印度可能会超赶中国 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以后 会产生相当多的问题 当然首当其冲 就是应届大学毕业生 找不到工作 大部分听说 现在找到工作了 只有25%左右 这跟以前的差很多 然后找到工作 可能也是临时性的 或者比较属于低薪的 不是合乎你的专业 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来 所以人口老化的问题 冲击年轻人 因为年轻人要买房 买房的压力很大 因为现在房子 你大概知道 然后就是变成说 不结婚或者晚结婚 然后晚生小孩 然后少生一点小孩 然后到最后的话 整个人口的出生率 就降一直降 一直降 降到最后的话 比死亡人口还要少 整个人口就开始萎缩 那么这个问题的话 的确是长期问题 然后这个长期问题 还不止这个人口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人力资源 人才的问题 就是说原来中国的 大学毕业生 尤其理工科的毕业生 可以让国际跨国企业 来中国寻找理工人才 所以其实很多跨国企业 在中国设有研发中心 然后美国这边 一到晚上 中国这边白天 它的研发作业可以24小时 透过网路线上 现在出了这样的人口问题以后 估计再加上美中关系不好 很多研发据点会撤离 就是中国经济原来是世界工厂 后来世界市场 后来世界研发中心 它是融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里面 有这三个阶段的 所以很多的高阶人才 理工科人才 中国可以产生 以前是600万 现在可能到更多 就是这些理工人才 还有研究所的 可以为国际企业来吸收利用 所以很多国际企业 都在中国设研发据点 研发中心 估计这个东西 可能也会因为人口问题 慢慢的就不见了 所以现在看起来 人口问题其实是经济问题 衍生出来的 根源还是在经济 就是如果我可以 比较容易找到工作 年轻人容易找到工作 工资够高的话 那他愿意结婚也愿意生小孩 这个很自然 所以之前的人口问题 之前没有好好 及早开放一胎 现在才来开放二胎三胎 有点来不及 是 这个当然了 中国的人口问题 我们刚才讲到了 年轻人 讲到了少子化 实际上老龄化问题更严重 那我们可能今天时间来不及了 我们以后要专门花时间 谈一下中国的老龄化 和中国的退休禁的问题 特别是农民的退休禁 农民工的退休禁的问题 那今天时间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